大家好,我是Francis,欢迎来到Napcon全都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新河康地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江俭江先生 江先生你好,欢迎来到EMS Now 首先想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们公司 我们公司是北京新河康地斯 公司做这个检测设备从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做了 那么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电路板检测设备最早是ICT 现在又做了这个AOI 然后还有一款通用的机器视觉就是我们叫GOI 视觉识别那个检测设备 对,我们叫通用视觉检测系统 那么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是你们自己就是北京有研发总部 然后生产也是你们自己有工厂生产的 对,我们北京有二三十个人的研发团队 然后也是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那你们大概的一个客户群定位在哪里 我们的客户绝大部分的国内企业 还有一些外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 那么在大陆市场我们的份额比较大 大概多少可以问吗 大概认识因为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统计 按照我们目前就是遇到的竞争对手情况 那么我们应该是占有只在50%左右 每年增长大概是什么 每年的增长大概是百分之十几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出口的业务呢 还是主要主打国内市场 我们主打是国内 那么出口的业务也有 但是呢出口的业务不多 最近两年我们正在开拓 那欧洲危机对你们会不会有点危险 欧洲那边我们开拓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主要的开拓国外市场是在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 对 那你们这次呢带来的展品 有什么是什么新产品 这次我们就是三款产品 那一个是传统的ICT 这个对于电路板进行电信能测试 在线测试 对在线测试 那么还有一款呢是这个AOI 这两款呢我们都带来的是离线 就是这个人工上下版的设备 那么因为连线设备比较大 能运过来 然后有一款最新的设备是GOI 这款设备有什么特征 这款设备呢是能够比AOI用到更广的一些行业里面去 比如说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个行业是汽车仪表的 那么这个汽车仪表在生产过程中间 他们需要检测这个 一个要灯的颜色呀亮度啊 还有指针的这个准确性 这个设备都可以自动完成 就是但它在操作性上面会会比较困难 还是很简单 很简单很简单 对于客户的操作人员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到成都来 我想你们应该经常参加 那不光像上海啊深圳这样的 相当成都的话 你们觉得中西部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 你们觉得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就是它的发展趋势 那么这次呢 我们是第二次参加这个LamCon西部展 它两年一次嘛 前年一次 那么这一次呢 相对于前年 整个的客户啊市场啊 都要好一些 那这次在一个应该说是 整个大市场环境 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那么它比前年还要好 那么应该说一名年 是整个大环境有点恢复的时候 那么所以说可以看出来 这个西部的这个制造业 还是在起来几步 那么而且我们还有一些 在沿海地区的老客户 他们的分场都开过来了 过来了 我们都跟他们接触上了 那像你们那你们的销售和支持的话 也一边跟过来吗 对对对对 我们这边也招了几个在本地 来做技术支持的一些服务公司 然后销售人员 你们也是从北京那边 或本地也招过来 对目前的销售呢 还是在北京支持 那么只是在本地 做了一些技术支持 那么逐步的我们会设这个固定的办事处 来支持西兰的地区 你们客户当中 就是一到中西部来的 算多不多是在客户吗 很多 很多 一些大的企业基本上都有了 我们在东部地区的这个企业 我们比较大的几个客户都过来了 是吗 那你觉得西部地区主要的优势 是在运输呢 还是在人工成本 应该是在人工成本吧 对 从东南到西部 应该说西部的这个交通 还不是很方便 好 明白 谢谢你